孩子自我意识进行第二次发展,这个阶段的孩子认为,自己已经长大了,一个小大人了,不再是孩子了,想通过自己做一些事情,获得小伙伴儿们的认同,不愿意让家长拉手,不喜欢父母叫自己宝贝或小名了,要求叫他的全名,衣服扭扣要自己扣,携带要自己戏,具有出乎的自主意识。 什么事情喜欢心理轻微,不喜欢别人帮助他完成,这个时候的孩子心里特别需要尊重,渴望公平,不喜欢大人能做的事,我却不能干,不喜欢被指挥,被使唤建议家长。 首先要相信孩子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,尽可能支持他们,在其遇到困难,失败时,要及时鼓励安慰,成功了应尽量给予表扬,让他充分感觉被尊重被肯定。 比如孩子不喜欢弹钢琴,可以和孩子商量,是不是对别的感兴趣,沿着孩子的兴趣方向培养。 孩子高兴,父母也轻松,还能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。 此外,这个时期要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规律,将有助于更好的约束孩子的不良行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